大家好,我是Wonderful,多谢你来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而未订阅的话,欢迎你订阅 有你们的支持,我更有动力发挤和分享生活,吸食物的资讯 今天是星期六,不是每间酒楼都提供特价早茶点心的 不要看她这个告示了,进去看她的餐牌吧,已经有更改了 她这里的点心纸写着星期六、星期日和公众假期 早上九点半至下午三点,大中小点一律现金价五个六毫八 温馨提示,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改这个早茶特位价钱的 我们坐下之后,叫了十四碟点心 后来再加多了六碟 她的虾架黄,看上去都不算小粒,还脏腹腹 咬下去,她的口感很丰富 因为里头有很弹牙的虾 我个人觉得她的味道都挺好的 她的天下第一包没什么特别惊喜 味道和包的软熟程度不过不失 是不算得上一食难忘的那种感觉 她这个皮蛋肉片粥,它的稀稠程度不是太稀 料就不是太多了,不过它不咸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香煎萝卜糕 咬下去口感很丰富,因为很多萝卜 加上适量的辣味肉 味道很好 我们其中三个人都说这个咖喱麦鱼仔很好吃 原本要加单,不过我忘记了加单 下一次来,首轮落单一定要落两碟 这个安格斯牛肉腸,牛肉很嫩滑 腸粉就厚了一点 这个上海小笼包的收边比较硬 加上它的味道,普普通通,不太突出 它这里的南瓜豆豉蒸肉排做得挺好吃的 挺入味,还有肉很嫩滑,不硬 它的菜苗饺料看上去收边好像很厚 其实咬下去很软熟 里面的馅料味道适中,不咸 教得味道很好 这个姜葱牛排叶,口感比较软和淡口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爽口蛋牙那种 这个酱黄蒸鳳爪,味道很浓郁 加上它的肉质,不是那么软,很有质感 这个牛肉球,我个人觉得它的肉质很好 但是味道就一般 这个沙爹金钱肚,看上去都很惹味 它的味道辣辣的,咬下去,蛋牙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沙爹金钱肚 这个菇黄姜粒滑鸡包,卖上都挺漂亮 撕开来的时候,有股姜味,味道正常 但是个人觉得它的包的外层可以再软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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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烧麦黄都挺大粒,卖上都挺漂亮 它的味道比较普通,咬下去的口感不是太软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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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打麦鱼煎饼,很香麦鱼味,但是咸了一点 这个手打麦鱼煎饼,很香麦鱼味,但是咸了一点 没有特价,7个8毫米 外面包着的脆脆,它的口感和味道好像在吃鱼鱼 里头有虾成份的肉,我觉得咸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香煎瑶柱珍珠鸡,口感比较硬,味道一般 我们有点失望,我们叫这个炸两,里头的油条是不脆的 我们很喜欢这个姜汁千层糕 它很重的姜汁味和椰奶味 加上它的口感是鸢鸢鸢鸢鸢,非常之美味 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